C9角呢,测量到 是吧,你之前通一个交流电流给电池 这个交流电流流过电池以后 那么我们在C8角和C9角这两端呢 中间接一个5合电容 那么我就可以测量到 刚才流过这个电池的交流电流 之后在电池两端就会产生一个交流电压降 那么测量这个交流电压降的一个大小 那如果这个交流电压降比较大 那么就说明我们这个电池的内阻呢 是比较大的 如果这个交流电压降比较小 那么就说明我们电池的内阻呢 是比较小 当然我们这个电池的性能呢 好坏的判断呢 是到底是内阻大了性能好呢 还是内阻小了性能好呢 毫无疑问啊 就是我们理论上来讲 电池的内阻呢 为零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啊 因为我们在分析电路的时候呢 从来不把电池的内阻考虑进来 因为我们都是在理论状态下分析的 理论状态下 它的电阻的内阻呢 为零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但是实际的电池呢 它的内阻不可能为零 当然我们测到的这个内阻如果越小就说明这个电池是越新的 它的性能是越好的啊 如果我们测到这个电池的内阻如果越大 说明这个电池呢已经老化了 它的性能也是会下降的啊 所以电池的内阻呢 当然我们测出来的结果是越小越好啊 越大的话呢 说明电池已经不行了 但是反过来来讲呢 我们通过测内阻 电池内阻的这种方法呢 可以判断这个电池的性能 可以判断这个电池啊 它当前处于一个高性能状态呢 还是已经快不行了的这种状态 是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测量电池内阻的这样一个基本原理 这种这一招呢 怎么说呢 在华为的这个机器上呢 是比较明显的啊 在苹果的这个电路上呢 倒是没有发现有这样一个电路 不知道苹果它是怎么样判断这个电池性能的啊 它是采用了什么样的技术 但是在华为上面呢 它采用的啊 就是我们从硬件线路上面 或者是从电路上面能发现的啊 就是这种技术 但是这种技术 和苹果的技术比起来好不好呢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 反正你在华为的这个设置里面 电池性能里面呢 是可以看到我们电池 它的当前的一个性能和状态 它是可以判断出来这种电池的一个好坏的 这就是我们硬件上面 或者是电路上面能看到的这种接了具体的线路 就是在这里 所以总结起来呢 就是说 这条线啊 F八角 C八角 也就是说 F八角的RN SR 和C八角的VP SR 和C九角的VN SR 它是用来测量或者是判断电池内组大小的 这样一个检测电池内组的一个电路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测电压或者是电流 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因为我一开始就给大家已经说过了 这边输的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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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的是电流 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两段测的是电池的电压呢 交流压降呢 因为它上面写的是VP VP V代表的是电压 V代表的是电压 知道吧 P呢 代表的是正 它测的是电池 这边VN呢 V代表的是电压 N呢代表的是负 所以它测的是 刚才这个交流 IC经过交流电流 经过这个电池之后 产生的 产生的这个交流电压降 那为什么是交流呢 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一个是IC IC就是交流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IC测的就是那组呢 后面又写了R IC R 好 这就是我们判断这个电路它功能的一个基本逻辑啊 那原厂的工程师是不是这样设计的它设计的这个原理呢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有机会可以跟这个华为厂商的研发工程师呢沟通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分析的是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也是通过电路分析的再就是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就是说它确实是有这种技术的 那么我们在文档上呢给大家也做了一个整理这是我们在网上查阅的一些资料就是说通过这种输出一个交流电流是吧 然后经过电池在电池上面产生一个交流电压压降啊测量这个电压压降的一个大小 来判断电池的一个性能或者是它内组的一个大小 是有这样一个技术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网上去查找一下 那么我们测量内组的目的呢刚才已经说了测量内组的目的呢就是检测电池的性能以及电池剩余容量或者是电量 或者是这个电池内组啊越小就代表它的什么性能越好 电池电压的升高和降低呢都会通过内组体现出来 所以对电池内组进行测量呢可以分析计算剩余电量和放电时间等数据啊 那么在系统设置界面呢展示给用户的呢展示给用户啊在系统界面设置界面呢展示给用户来判断电池剩余时间等等的一些参数啊 还有会判断电池的一个老化速度啊它的一个性能很适应多少 这个呢在我们苹果手机上面呢是可以看得到的 在我们苹果手机里面它点点进去电池以后呢它上面会显示一个什么呃性能是吧 我们点进去在苹果手机上面啊点击设置在设置里面呢点击电池 在电池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电池健康电池健康里面有个最大容量是吧 因为电池的最大容量当前是剩下百分之多少了也就是说你电池寿命呢还有多少 就是可以看到这些信息当然它也可以通过内组呢来分析这个电池剩余电量这些数据啊 因为充满电之后跟这个电池没有电或者是快没有电的时候呢电池的内组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啊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这种计算呢是一个综合性的综合性的一个计算 那具体原理呢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啊 所以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看一下我们测量电池内组的方法呢其实有有好几种啊 这里呢有直流内组测试方法是吧还有交流内组测试方法 那么很明显我们在华为麦塔零pro上面也好还是华为这个p30上面也好 它采用的测量内组的方法呢电池内组的方法呢是用交流内组测试方法啊 也就是利用电池把电池呢等下为一个什么有源的电阻啊这样一个特点 我们可以把电池呢看成是一个有源的电阻给电池一个1000赫兹 50到200毫安的一个恒定电流那1000赫兹看到赫兹这一块呢大家都知道啊 赫兹的话呢有频率的这种电流呢肯定不是直流电啊直流电流是没有频率的 只有交流电流呢才是有频率的对吧只有交流电流才是有频率的这个电流的大小呢一般是50毫安到200毫安的一个恒定电流啊 那么对齐电压呢才电压啊采样整流滤波等于系列处理后从而精确的测量其内组 当然这个电池内组大小的一个精确计算呢是相当复杂的啊而且在电池的使用过程中呢会不断的变化 这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新电池跟老化的电池就电池呢它的内组也是不一样的 出买电之后跟煤电的时候内组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它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啊 这就是我们测量电池内组的一个基本电路啊 如果大家应该还是比较明白的啊 因为怎么说呢 这都是我们基础理论里面讲过的 基础理论里面呢只不过我们讲的是直流电啊 在交流电其实跟直流电也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再强调一下 我们在这里这个电池呢你可以把它等效成一个电阻啊有源电阻 就是为什么有一个交流电流流过电池之后会产生电压 然后会产生这个阳降 一个电流流过电池之后呢在电池两端会产生一个压降啊 你可以把电池呢等效成一个什么电阻 好 换句话来讲 如果是一个导线的话它会不会产生压降呢 如果我们的电池是一根导线的话 当有电流流过这根导线的时候 导线两端会不会产生压降呢 不会因为我们导线 假设导线是一个理想的导线的话它的内阻为0 所以它这个上面是不会产生压降的对吧 那么我们电池里面是有内阻的 这个内阻呢它是有电阻组织的 所以 只要有电流流过这个内阻呢 在内阻两端就会有电压行程 有电流流过这个内阻在电 在这个内阻两端就会有电压行程 这两端就会有V 这两端就会有V 是吧 有电压行程 当然前提是要有一个I 有一个I流过这个R R0 内阻我们用R0来表示 那这里导线如果是一根导线的话 上面其实有R有电流 那它的R0呢 等于0 等于0 那它这两端会有压降吗 这两端的V 也其实就是等于0的 是吧 是没有压降的 所以大家就用这种方法去理解 就是为什么这里有一个电流 当然这个电流呢 是一个交流电流 有一定频率的交流电流 流过这个电池之后 电池的内阻上面呢 就会产生一个什么压降 这个压降呢 我们通过这边 这两端去补货它 因为这两端呢 是接了一个偶合电容 所以我们补货到的这个压降呢 就是交流电流流过这个内阻之后 产生的交流的一个压降 它不是直流的一个压降 因为中间是有这个偶合电容的 偶合电容呢 是过不了这个直流电的 这边只能过来什么 在这边测电压的时候呢 我们也只能测到交流电压 是吧 是测不到直流电压 所以这边输出一个直流 交流电流 进去电池 然后经过电池 产生压降以后呢 在这两端呢 再去测量它的这个交流压降大小 这个电阻内阻越大 压降就会越大 内阻越小 压降就会越小 内阻为0呢 就没有压降 就是通过这个原理来判断电池的一个内阻的 那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呢 应该已经比较明白了 对吧 前面的话呢 就是说大家对这个基础理论啊 如果基础好一点的话 其实早就应该听明白了啊 这就是我们 这个电池内阻检测电路 那就是我们这个电池检测 电路里面的一个第三个部分 是吧 我们第一部分呢 是电池防卫检测 第二部分呢 是电池温度检测 第三部分呢 是电池内阻检测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呢 是电池电压检测 电池电压检测 它上面写的是 这两个网络标号 一个是VBITP CON 和VBITN CON VBIT大家都知道啊 VBIT指的是电池P 就是正是吧 这个前面也是一样的 VBIT指的是电池 N呢 指的就是负 就是电池震和电池负 好 我们看一下后面啊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 线路呢 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啊 在F119 VBIT P CON 和 这个F12角 VBITN CON 一个F11 一个F12 那这两条线呢 就是接在我们这个什么 电池正负极两端的 看到没有啊 刚好就是接在我们电池正负极两端的 它中间也没有什么偶合电容 对吧 所以它测的就是我们电池的一个什么 直流电压 这个直流电压呢 它是电源管理AC去测量一下啊 去检测一下 那么除了电源管理AC呢 我们的这个什么旁边的这个啊 充电管理AC也会去检测 我们的充电管理AC呢 也会去检测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电压检测呢 一方面我们主电源会去检测电池的电压啊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充电管理AC 也会检测我们电池的电压 直流电压啊 那主电源检测电池电压呢 通常是在我们正常使用的时候啊 就是说多数情况下呢 不是在充电状态下检测的 而是在我们正常使用的时候呢 它会检测一下电池电压 因为我们还要显示电池电量嘛 那么充电管理AC 简直电池电压 它多数情况下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它多数情况下呢 是在我们充电的过程中来使用的啊 当然我们充电管理AC的F10角和F9角 它上面也写啊 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VSN SP 是吧 VSN SP 下面呢 VSN V呢 是电压 SNS呢 是检测 是吧 电压检测 VSNS加起来就是电压检测的意思 那么后面的P和N指的是什么呢 P指的是正 N呢 指的是负 所以呢 VSNS VSNS P指的是我们电池电压的正极键 就正极的一个电压输入是吧 VSNS N呢 就是我们电池电压负 负负的一个 输入啊 在两边 啊 大家以前用过这个万语表吗 是吧 万语表或者是 万语表测电压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这个万语表的 正负表比啊 红黑表比 要接在我们这个什么 电池的正负极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测量 也就是说 他要并联在电池两端嘛 测电压的话 我们这个万语表是要并联在电池 两端的 才能测到电池电压 这边也是一样的原理 好 电池电压检测 那么电池电压检测的目的呢 就是检测电池 就是充电放电电压 是否存在议程 啊 从而调节 充电电压 或者是判断电池电量 啊 这就是我们对电池电压检测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 目的的一个 啊 这就是我们电池电压检测的一个 基本目的啊 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总结 好 除了电池电压检测以外呢 我们还有第五点啊 第五点呢 就是检测什么呢 电池电流 啊 最后一个项目啊 检测电池电流 对电池输出电流呢 作为一个检测 那么电池输出电流的一个检测呢 是什么样的一个网络变化呢 上面写的是srp和srn 所以写srp跟srn的呢 就是我们的电池电流检测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P30 啊 刚才呢 我们其实也可以对照一下这个什么 麦塔0啊 麦塔0上面的这个 电池电压检测呢 他比较 嗯 嗯 比较麻烦一点 除了我们的电源管理ac 会做检测以外啊 那么我们这个 每 这两个啊 U2501 和 U U U2501和这个 U U U2501和这个U U U ghost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啊 这个 华为 P30的电流检测电路 他的电老检测电路呢 和这个 Meta0 Pro呢 其实大 fucking小��啊 在主电源这一块 嗯 还是f17 Mei 和F14脚 Meta20 Pro上面的写的是F13和F14 那在我们华为P30上面的也是写的 F13和F14 那当然他这个 负极上面 在这个负极上面呢 也是要接一个 电阻 接一个R1504 两毫欧亩的一个电阻 那在Meta20 Pro上面呢 为了测这个整齐的这个电流 电池电流 他在这个负极上面呢也接了一个R1504的这样一个电阻 为什么要接电阻呢 因为接上电阻之后 当电流流过 这个电阻的时候呢 在这个电阻两端才会产生压降 是吧 才会产生电压 那如果是一根导线的话呢 他就是没有电压了 电压为零了 其实测电流的本质呢 还是在 相当于是要测电力测电压 还是 相当于是在测电压 因为这个 下面是有内阻的 所以 这里呢 他就会产生一个电压值 不管这个电压值 是 多大 反正他上面就会有一个电压 通过测量这个电压的大小呢 来判断流过我们电流的一个大小 这一块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我们之前在Metaline Pro上面呢 已经说过了 那除了在 电源会检测我们这个 这个电池的电流以外呢 我们的这个充电管理IC充电管理芯片 U1601呢 他也会测量我们的 这个 整机 电池 输出的一个电流 那这个电流 充电管理IC测电池的电流呢 目的呢就是在充电的时候 判断我们充电电流的一个大小 所以这个我们充电管理IC呢 也要参与我们整机 电池电流的一个大小的一个测量 除了电源管理IC本身要测量 以外 充电管理IC呢也是需要参与测量的 而这就是我们华为Metaline Pro的这个 华为Metaline P30 华为Metaline Pro 这两款机器 它的一个 整个一个电池检测电路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我们华为Metaline Pro的这个 电流检测 这一块呢还是一样的 电池要 参与检测我们 这个 整机电池输出电流 除了 电源管理IC要参与测量以外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两个充电管理IC 一个是U1801 还有一个是 U2501 这两个充电管理IC呢 当然也是要参与测量 流过我们电池的一个 电流的一个大小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 华为 P30 华为P30的电池检测电路 以及与华为Metaline Pro电池检测电路的一个对比 他们的有些什么区别 有些什么不同 还有就是他们 整个一个 框架 那大家对比下来之后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几乎几乎几乎什么来几乎90%以上 几乎90%以上 都是 一样的 那唯一的区别呢就是说一个把这个送给了电源 另外一个呢是送给了CPU 就这里有个重大的区别 这里有重大的区别 这是重大的区别 除此之外呢包括我们 这几项 包括我们的什么电池方位检测 电池温度检测 还有电池内素检测 还有我们电池电压检测 以及电池电流检测 这几项 几乎 100%都是一样的 几乎都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呢就是说 电池做的位号变了 然后这个地方送的 对象变了 然后我们充电管理AC呢 原来有两个的变成一个了 就只是这些区别 其他的呢就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呢再见 我们下节课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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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